早上7点17分 欢迎回到电视早餐 在昨天晚上10点多 台北市大安区的卧龙街上 传出了九将男子 不服蓝姐 不但呛声呛警察 而且呢 料人来助阵 态度相当的恶劣 骂了三字经 七八人跟两个警察 发生了肢体冲突 远警就对空连开了两枪 对方才收敛散去 而支援的警力随后赶到 把其中六个人带回警察局征讯 台北市卧龙街 深夜10点传出枪响 男子拒绝酒侧 一大群人围在马路上 对警察叫嚣 两声唱响伴随叫骂声 晚上10点多 台北市卧龙派出所远警 在和平东路上 看到一辆轿车 行机可疑 还闯红灯 怀疑驾驶酒驾 于是一路跟车 没想要追到卧龙街 151项 警方要求男子下车 进行酒侧 没想要驾驶拒绝 双方肢体拉扯 警方寻求支援 没想要男子的朋友 也到场驻证 勾住警察脖子 要勾住警察脖子 要勾勾 他勾紧他的脖子 不是当场那两个 不是当场执行那两个人 是后来到达了那个警车 下车就看到这个状况 就先开了两枪 为什么 民主程序就是这样啊 一脸醉醺醺 男子戴上手铐 坐上警车 带回派出所 两声枪响 附近民众吓坏了 不过男子依然拒绝酒侧 包括同伙一共六个人 向警方叫嚣涉嫌妨赖公务 都被送办 专程为侯宇翔詹浩凡 泰保导